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北聯二起新船的一些性能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艘貝拉羅斯 貝拉羅斯第一個主技能就是開炮會有彈幕 去觸發彈幕 如果沒有觸發彈幕 他會提升自己的防空屬性 這就贏很多彈幕船了 有些彈幕船演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就算他演了 他還有提高自己防空屬性 在未來打一些比較需要防空對空的時候 他這個屬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彈幕的形式是164x7x2的冰錐 其實看起來他的範圍還蠻廣的 就是打中間範圍的一艘彈幕船 那對甲補陣是90、100、110 其實範圍還蠻廣的 輕甲到重甲他都有補陣 而且並且是這個會打到的話會減速40% 那持續4秒 那這個彈幕呢 他其實跟君主的彈幕的傷害其實差不多 只不過他覆蓋的面積比較大 那君主是稍微再集中一點 整體的傷害來說 這兩個跟君主的彈幕傷害是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說覆蓋的範圍不太一樣 那這個彈幕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他只會造成前方的彈幕 所以你放在寮劍上下兩邊的時候 他的這個彈幕的分布形態就非常的超高 所以這艘彈幕船一定是要站在旗艦 就跟我們的君主一樣 他一定站旗艦 你把它放在寮劍 基本上這個彈幕就是廢掉了 那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呢 一樣我們高於60%血量的時候呢 會有提升自己的炮擊屬性20% 那也是減少這個點燃的時間 哇直接加這個20%的炮擊 這非常的高 這破400爆擊的這個屬性呢 其實在後期這加20%的這個提升幅度非常的高 好再來每次低於50%的時候 會8秒回耐久 那每場戰鬥最多觸發兩次 損管的一個技能 跟我們的君主一樣 也是會有損管技能 再來呢 這個戰鬥第三次以後 都會降低我們前排劍的這個損傷 所以這個技能看到沒有 他有三種型態 一個是增加炮擊 一個是指紋管 一個是保前排 所以他一個技能 包含了三種型態 這個技能非常的硬霸 所以這艘船 就是非常適合打到中的 好有指紋管 好有彈幕 還可以保前排 非常適合打到中 好那裝備方面呢 我們來選這個大地炮 有攻速 然後又可以觸發彈幕 然後他本身炮擊也很強 所以大地炮兼具 攻速跟傷害呢 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再來對空就是STAG 加命中 如果你是虐拆的場合 黑白彈 就沒錯了 那如果有危險或是需要對空的話 這個黑彈呢 可以換上我們這個麥克風 因為麥克風有加這個命中 還有加對空的屬性 那如果是要對砲擊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放上SGA打 來增加命中跟迴避 這樣是比較好的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基洛夫的技能 基洛夫的技能 第一個每15秒會有特殊彈幕 真的很特殊 從空中而降的特殊彈幕 一個轟炸機的形式 然後這個特殊彈幕呢 每次每場戰鬥 第一次出發的時候 都會帶這個特殊點燃 並且造成敵人有額外15%的增傷 所以算是一個精英怪的特攻型 那85x5的這個高爆彈傷害 對甲比例都是100100100 吃自己的這個砲擊屬性 所以還蠻特殊的 算是對這個精英怪的一個特攻 那他也不會被這個盾牌給擋掉 所以一般彈幕有時候被盾牌擋掉 他的彈幕就不會被鑽牌擋掉 而且是100%會觸發的 而且命中率也很高 這個彈幕算是很好用的 再來另外一個是自強化 可以提升自己主砲的鎖底範圍 還有射程 這跟我們畢斯曼那個時候 介紹的技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可以很遠很遠就鎖底 很遠很遠就可以瞄準敵人 自己對這個輕甲型的這個敵人 也會造成額外20%傷害 所以跟我們那個夏寶陽的那個基礎 是差不多的 他另外一個輔助的性能就是 如果他有其他別連角色 跟他一起上場的話呢 也可以提高這個別連角色 對於這個敵方輕巡劍的這個砲擊傷害 提高12% 所以他基本上黑綁這個夏寶陽 他跟夏寶陽兩個一直出去 對輕甲型的敵人 輕巡的敵人 都可以造成很高的一個傷害 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武器 武器沒辦法就是選用我們這個榴彈 好然後西雅圖炮 因為他對輕甲有增傷嘛 那魚雷其實 隨便選擇 因為他魚雷傷害不是很高 因為他算是雷巡 他沒有主炮加以 所以魚雷不怎麼好用 主要是他對空還不錯 對空屬性 對空的這個消耗率都還不錯 那設備方面呢 可以選只可給他這種生存裝就可以了 基本上他對輕甲的敵人 還有他輔助北連艦隊對於輕甲敵人的傷害 都是非常好用的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塔琳 塔琳第一個防禦技能呢 戰鬥每18秒會生成一個護盾 那這個盾呢可以擋這個八發子彈 只有自身前方 那這個盾呢如果被打破的話 會觸發一輪特殊彈幕 大概是4X2的這個小拼墜 他的傷害其實不是那麼厲害 他主要可以緩別人的速度8秒 再來呢盾破了之後發射彈幕 會生成另外一個自體耐久5%的一個護盾 也是自己的啦 所以跟這個光輝是差不多的概念 然後持續4秒 所以種種的護盾都只是加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不能保護隊友 不過他自己的這個坦度就會非常的高 還有附加減速的一個功能 好帶來另外一個技能呢 如果裝備北連或是鐵血陣營的主砲的時候 他會造成額外的這個12%傷害 這是北連跟鐵血陣營的重巡主砲 可是北連現在除非他自己帶的藍炮啦 不然一般你要都用這個鐵血陣營的這個主砲會比較好 再來如果是穿甲彈的話會提高這個飛行速度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就是 你必須使用鐵血的穿甲彈 對他來說傷害是比較好的 再來如果自身戰鬥擊破兩艘敵方的艦之後呢 會提高自己的砲擊還有防控 那只觸發一次 所以整體而言他要自強化就是要帶鐵血的主砲 穿甲彈然後打破敵方兩個人 就可以打到最完美的這個自強化的型態 好所以裝備選擇就不難了 直接就是我們這個科研砲測甲彈 那魚雷就隨便裝啦 那對空方面其實對空效率還不錯 你可以給他用STHG或是薄浮絲都可以用 那設備方面呢就是一樣優雅墮 送群一定優雅多 再來對空你可以選這個對空加命中的 或是SG加迴避的 都可以增加命中就是對了 因為他本身的這個基礎血量很高很高 已經破5000多了 所以跟我們這個海因親王 還有我們的歐根是差不多一樣的坦度 非常非常的low 只不過他的輸出生存是大概是介於海因親王 跟我們這個歐根之間 歐根是超級坦但是沒輸出 海因親王是有很多輸出 坦度稍微低一點點 那這個塔琳就是介於他們兩者之間 有一點輸出有點坦度的一個概念 不過他可以吃這個北斂的buff啦 所以算是輸出方面還有可以補救的一個空間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水星改造 水星改造呢其實他第一個技能以前就有了 他對這個戰劍還有眾群有額外的這個20%傷害 再來受到傷害的時候會有15%觸發這個完全迴避 這個傷害是如果是miss 他也會算是觸發一次的這個命中率 好所以有沒有被打到 他都會有算一次的這個判定 好就15%完全迴避 就跟我們舉高高一樣 就是自身完全無敵 不過他CD有20秒啦 所以開場前面20秒基本上是不會觸發 20秒之後呢他就可以有機會觸發 然後覆蓋率還蠻高的 所以他的坦度自身坦度非常非常的好 他可以作為主坦或是身為副坦都是非常好用的 好另外改造獲得的技能呢 就是進入戰鬥馬上就提高自己的防空命中屬性15% 然後每15秒還有特殊彈幕 那這個特殊彈幕呢其實還蠻多的 那被打到的人也會附加這個減速 而且他是一個穿甲彈的形式 35x18的這個穿甲彈 對甲比例65x135x115 對中甲的這個傷害是比較好的 好吃自己的砲擊 不過他自己的砲擊屬性不是很高啦 這穿甲彈其實70%的觸發率也就是一般般 主要如果有發出來的話 還算是一個可以減速 多少補充一點這個傷害的來源 好 那裝備選擇呢 他可以裝備這個驅逐炮 而且主炮加1 所以沒得選一定就是使用我們這個凱旋炮 最好用了 魚雷效率呢其實隨便裝 因為他魚雷也不是很痛 好對空效率90%效率不是很好 那看有什麼就給他裝什麼吧 好那設備方面呢 主要是偏生存方面的 魚雷舵跟我們這個工具箱 這樣就很好用了 他就是非常好用的一個主坦 然後附加一些傷害 然後還有一些彈幕 好那整體的這樣裝備下來呢 他其實整體速度算是 跟刻跌擊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有這個主炮加1碼炮雪 那可是他的技術性量很低 不過他的這個防禦技能 物敵技能是很硬的 所以我覺得乙渠把他定位成炮雪 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個炮驅 因為他技術性量真的很低 應該把他當作驅逐來看待 會是比較好的 那這樣一來比的話 他其實整體的這個輸出 應該跟Z23改是差不多的 因為主炮加1配合這個凱旋炮 那生存方面又會比這個23 還要來的更硬一點 好有無敵技能 所以應該把他看成是一個驅逐 而不是一個輕旋 因為跟輕旋比他的血量實在太低了 好輸出可是有輸出這個 輕旋的一個前段班的一個表現 好當然比不上我們的這個3D5 3D5改那畢竟是裁改 整體的3D5主炮加1裁改 當然整體的效能 會比這個我們水星改還要來的好 那這個金改呢 稍微刺一劫不夠彈度 是真的好用的 好再來我們最後說說這個配對的這個形式 因為多了這個貝拉羅斯呢 我們可以配出這個新的這個北連艦隊 前排我們可以用這個水星改有一定的坦度 然後夏布洋跟基諾夫 這前排的輕旋對這個輕甲這個輸出是非常的高 那後來這邊我們的貝拉羅斯有彈幕減速 甘古特的這個爆發力 所以整體這樣的配效呢 他對於這個輕甲敵人是非常好用的 輕甲輕旋的敵人都非常有高的輸出 你這邊只要配一個什麼輔助位或是補血類的都可以 會造成這個輕甲敵人有極大的一個威脅 這個我覺得在打大世界 拿來打這個輕甲敵人也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另外這個你想用塔琳的話 塔琳可以配另外兩隻這個塔石幹 一個是正塔石幹 一個是謬兵中的塔石幹 這兩個其實在前排就已經有極高的輸出了 那塔琳的工作只要負責彈住 基本上就OK了 那後面這個俄羅斯呢 就可以配合四個北方的這個陣營 來自強化自己的火力輸出 剩下兩個位置你要配甘古特 或是配其他的輸出位都OK 那也期待他如果後面會不會出現 第三台這個北連級的這個旗艦 我們也是拭目以待啦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有關於北連艦隊的一個分析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 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